在欢乐的月生中 七弦社区的大人小孩 纷纷打扮成各种卡通与电影人物上街 在疫情趋缓下 七弦社区恢复举办万圣节采接快餐活动 包括金融市长林游章 立法人蔡思英 金融市议会副议长林佩祥 及安乐区市议员秦真正凯玲等 都出席与民众同欢 其中这位打扮成白雪公主的杨奶奶 最为吸睛 95岁高龄的她 跟神采奕奕与真孙辈们开心采接 让金融市长林游章相当佩服 你刚才这么漂亮吗 有啊 这么漂亮啊 你讲你几岁 95岁 10千女生 10千女生 我觉得太棒了 我觉得那个阿嬷真的好健康 然后有童心 然后跟我们所有小朋友欢乐在一起 我觉得大家突然之间通通都变年轻了 你看太阳都出来你看 我吃太棒了 菜市应等人还应急的发长火给小朋友 对居民乐情参与活动 增添社区欢乐气氛非常肯定 很可惜年轻卷疫情之后 我们这个老幼够活 老幼够勘 老幼够好的活动 就慢慢的沒有什麼 看的都很長 那今天很謝謝我們基建社區化的協會 謝謝我們基建你的好朋友 我想城市中的萬聖節活動 可以讓城市更加的彩色 讓城市更加的活潑跟快樂 那剛才看到我們很多幼兒園的小朋友 在今天也參加了萬聖節的活動 那另外的我們看到 最漂亮的白雪公主也在裡面 那我覺得非常的高興 那我覺得是透過這些活動 可以讓城市的活力更加有活力 除了增添萬聖節歡樂氣氛 主辦單位也期盼透過這項活動 宣導推廣全民防暴 加強兒少保護及防止家庭社區及校園暴力等 希望大家一起加入 讓社會更幸福 記者張祈腾記者報導